登登登 我是老王 好啦 這是我模組生存的第一集 然後 這個模組把我名稱叫做 QuakePack 中文翻譯 叫做破解包 很難聽 然後呢 這個模組它包含了機器啊 然後還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還有魔法啊 還有不同的異世界啊 之類的啊 對 然後 這是第一集 然後就跟大家看到一樣 我 不是從零開始 因為我已經玩了一陣子 然後突然決定 就來拍拍youtube 因為 玩了很多minecraft或遊戲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 玩的很沒有意義 所以總是要讓玩遊戲變得有意義一點 嘿對 沒錯 所以呢 就大約來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溫馨的小農舍 嘿 外觀 沒錯 它就只有一樓而已 然後上面有一個隔間 都養了一些可愛的羊 可愛的牛 還有這邊種了 各種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水果 蔬菜 蔥 奇怪的香菇 對 然後呢 因為這個模組有裝一個 會 減低我們飢餓度 就是我們吃東西的 保濕度的一個模組 所以 能設置必須的啊 不然光吃小麥 或者是麵包的話 那個補的保濕度實在是太 太少 超級無敵少 然後 可以看一下 所以呢 我第一個做出來就是這個 廚房 廚房的模組 它其實 主要就只有這幾個東西 對就是 一個小小的模組 但是它 在做 食物這方面 超級方便 第一個記得照 看冰箱 冰箱裡面就是裝食物 然後還有這兩個烤箱上面 可以去放 它需要 合成 應該是說 製作食物的一些用具 你就 它總共有八種 所以盡量就是把八種 全部放在上面 然後 你只要把這些方塊都 點在一起的話 最後就可以用這個合成桌 去 做出你 所有 目前可以做到的食物 的料理 就不用再用合成桌去 合成了 不然 會合成到死 它這個 料理 有 白白種 來 隨便 查一下 有沒有 一大堆蔬菜 然後 一大堆食物 好 所以呢 有了這料理台之後 只要 只要 在你的冰箱啊 或者是這個櫥櫃裡面有 的材料的話 就只要 點兩下 有沒有 查就做好了 好了 這邊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除此之外 有看到這邊有幾台 簡單的礦物雙倍畫 這邊是我 另一個在這次武器一起玩的朋友做的 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然後最特別的是 是不是原在是我 好 不要理他 最特別的就是 可愛的老鼠 最近我才在拍 那個遊戲影片叫做 瘟疫傳說 無罪 它裡面就有一大堆的老鼠 不過 這邊的老鼠可愛多了 雖然他們 狂暴化的時候也會咬人 但是這個老鼠 它在之後經過訓練的時候 還可以幫忙 收割農田啊 或是運送物資啊 什麼之類的 大部分的事情它都做得到 但是畢竟 材料不便宜啊 所以 之後 如果我玩的話 會再介紹 然後呢 我今天主要介紹的 模組 就是 登登 這個 稿子的模組 它叫做 Silent Grid 應該是這樣唸吧 反正 中文叫做 靜音齒輪 沒錯 它這個模組 跟 如果有玩模組的 模組包的人 應該都知道 有一個叫工匠模組 它就是 跟它類似的一個模組 它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去 合成你所要的工具 然後每種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然後可以去 搭配出你 心目中的最強的稿子 但是 它 沒有 沒有 Tinker那麼厲害 說實在 沒有工匠模組 那麼厲害 不過 也 就是 至少製作起來 應該算是 比 Tinker 還要更 出階 更 更簡單 好 我就帶來介紹一下 這個模組 它可以做的東西 SR 就有 這些藍圖這麼多 包含裝備 我記得 工匠模組 也就是Tinker 它沒辦法做裝備 除非你額外去裝它的 擴充的模組 它可以做一般的劍 然後還有 小的 叫做 Drager 嘿嘿 我不會念英文 然後還有 Katana 日本刀 還有這是彎刀 然後 鎬子啊 鏟子啊 然後 大鎚 還有大蠶 還有這個 可以耕地的 斧頭 好的 嗯 大概講這些 然後很可惜的是 它沒有大斧頭 沒有辦法一次把樹全部砍下來啊 不過 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 升級的材料 沒有像Tinker 那麼方便可以 無限的 也沒有算無限 可以有次數 我先升下去 它只能升一次 但是 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鎬子 這邊的武器和裝備都可以附魔 對 沒錯 附魔之後 應該就變得 蠻厲害了 好 然後 稍微講解一下 它的 製作的方法 在 玩這模組包 一開始的時候 必須要做的 就是 它的 桌子 看起來 跟原版的 合成桌 沒有太大的差別 外觀上面 也 差不多 但是 點進去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可以看到 第一個 合成桌 不是 第一個 表格就是它合成的地方 第二個 說實在 我也不太清楚 這個部件 是要做些什麼 嗯 對 跟我好像也沒有詳細的介紹 好 但是 這本 這個 書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它可以秀出所有可用的材料 以及它能做的 配件的屬性 有木頭啊 什麼啊 有木頭 石頭之類的 然後右邊還可以排序說 如果我今天要做稿子的話 那我可以找一個挖掘速度最快 然後它就有排氣出來 然後在原版裡面它能夠做的最好的材料 我看過了 大約就是鑽石和黑曜石 啊 而且每一個 部件 每一個材料它都有它自己的等級 對 這個等級也是 但是很有關係的 除了跟 挖掘等級之外 它還影響到它的 屬性 然後它合成的方式 就是用這個藍圖去做合成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它合成表 如果鎬子頭的話 就只需要用 三個 對 任何三個礦石 然後合成的話是有順序之分的喔 所以 不是亂合就可以了 嗯 稍微拿個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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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曜石 拿個 拿 鐵錠 好 喔 用 鎬子來做範例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鎬子 所以我沒有要做 假如我只用 欸先說它的合成方式是有 排序之分的 哎呀超適的 喔喔喔喔喔喔 這是什麼 這樣講真話 四個殭屍啊 一個家族來 欸 照顧我 不歡迎你們 喔謝謝 謝謝你的頭 來先睡個覺 打到我的講解 好 欸我剛剛教了 嗯對 好 就是 它的合成的擺放是有順序的 就是你越先放的 第一個放下去的材料 對你 部件的影響是最大的 那我們先放三個鑽石來看 它就會 你按Ctrl之後 它就會有它的 屬性 然後第一個 100%的地方 100%的地方就是 它叫做 協同 協調作用 這個 後面再來講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 能夠挖掘等級啊 速度啊 攻擊 耐久 然後最後一個 是它的 稀有度 不過那些不重要 主要我們 畢竟是稿子嘛 就是看挖掘等級 和挖掘的速度 然後挖三個鑽石的時候 挖掘的速度就是 8.0 對 只有8.0 但是 我們 再 看到 協同作用的地方 它現在是100% 它協同作用 它會以 加乘的方式去 調整 你這一個工具的 數字 也就 100%的話就是 8.0 乘以100% 就乘以1 所以是沒有任何變化 但是如果 你可以混合材料的話 它的 協同作用就有可能會 可以 上升或者是降低 然後在挖掘速度方面呢 我們先拿 黑曜石 就可以看到黑曜石只有5.0 但是 我們要取得更高的挖掘速度 一個辦法 前面兩個放鑽石 然後後面再放 黑曜石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的 協同作用 變成113% 也就是 我們原本 8.0的地方 會再乘以 1.13 但是 大概不是這樣算 因為 還有 加上它 擺放的順序 第一個部件會影響的 %數是 100% 也就是 8 然後第二個部件會影響 50% 所以就是 8加8除以2 還是8 然後第三個影響的最小 是 25%的樣子 所以它總共的 算法 大約就是 8乘1 然後加 然後再8 然後再加 然後最後 這邊 公式 有點複雜 總之你可以自己 去做各種嘗試 然後 讓 讓挖掘 就是讓數值 比較低的材料 放在最後面 然後 可以提升 會對 挖掘速度 影響比較小 然後同時 又可以增加它的 協同作用 那算起來的數值 就會比較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 如果沒聽懂的話 就 隨便 摸 隨便放 好 然後再來是 我們試一個 等級 素材 等級只有2的 放上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協同作用 馬上就降低了 然後降低 變92%之後 它的挖掘速度也變 降低了 剛剛比就是1.3吧 這樣超多的 對 沒錯 所以 可以 總之你可以拿各種材料去做 嘗試 然後再來 除了這些麻煩的東西之外呢 它每一個材料 要同一個材料都還有 ABCD ABCD 的等級 就是每個材料的等級去區分 最高是 SSG 如果你三個都用SSG 的材料去做的話 那 它的數值會是最好的 只是 我目前沒辦法弄 它需要利用 這個分析台 去分析出 你的材料的等級 也許我下一集會再 解釋吧 這邊就先 跳過啦 因為實際上 原本啦 這集我本來想要 做出一個 在我這個模組包裡面 能夠用的最好的稿子 但是呢 它這邊 這一個材料 這一個材料 它必須要到地獄去挖 來看一下它的挖掘速度 它必須要到地獄才能取得 有沒有它的挖掘速度是19 而我剛剛的 挖掘速度才8 整整差了一倍 但是這個材料它必須要到地獄才能取得 但是這個模組包的地獄卻 有夠 麻煩 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 直接 蓋地獄門 有沒有看到地獄門的殘骸 有沒有 沒辦法去地獄啊 所以我很苦惱 膽西 稍微研究了一下 它在它的成就這邊就有寫到 所有的不同的世界 都必須 透過這個模組 來去開啟 所以我要去地獄的話 就必須要先做出這三把鑰匙 我才能到地獄去 所以就只好等下一集 先把地獄弄出來之後 我再跟各位介紹 這個分析怎麼用 然後還有 做出它最強的一把鑰匙 好 欸這集 畢竟是第一集 我只是想稍微介紹一下 目前 模組的進度 然後還有大約想怎麼拍 實際上就是輕鬆拍啦 我也不太想剪輯 畢竟 有在工作 沒什麼太大的時間 不過我還是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還有疑問的話也可以留言 因為我無聊都會看看YouTube 好啦 那麼就 謝謝大家囉 掰 掰 掰